师娘王慧是有多宠岳云鹏 视频可以看出 师娘对岳岳偏爱有加 岳云鹏早期进入德云社 是没钱没天赋 早一度被人嫌弃 当年差点被开除的时候 王慧的决定留住了她 也成就了今天的德云一哥 在德云社都知道 郭老师是宠妻狂魔 经济大权由王慧主管 师娘得知岳岳吵着要换车 二话不说给岳岳买车 连加油的钱都没有 居然敢去买车 在德云社恐怕也只有岳云鹏 每当师徒俩聊起这段往事的时候 郭德纲都会开玩笑的说道 你应该让师娘只给你加油的钱 师娘不光给岳岳买车 在岳云鹏母亲重病的时候 也是二话不说付了十几万的手术费 岳云鹏曾在采访时说道 救命之恩难以为报 这辈子更定师父了 在生活上王慧也是很会照顾徒弟的 徒弟们的衣食住行 师娘是一手薄板 有时越没有那衣穿了 师娘嘴上嫌弃 第二天就安排到位 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王慧虽是师娘却胜死母亲 和秦肖贤连迈 一句话燃爆直播间 师娘的一句话 你都受了我的儿 可把傻子琴激动坏了 看是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师娘对老秦莫大的肯定 这么多年来 不管是郭其林也好 其他徒弟们也好 甚至包括出走的那些 都没说过王慧搬个骨子 台上风口搬的酒男 私下接到师娘的连迈 也是面红赤儿 可爱大家这会儿我们考试 师娘 诶 上场啊 诶 我跟他们演了一场师娘 好 你先上家去啊 好嘞师娘 好嘞师娘 好嘞 没问题 难怪德云社所有人都尊敬师娘 因为他对徒弟们是真的太好了 早年间郭老师还没大火之前 王慧就负责一群半大小子的生活 而且这份工作是十几年如一日 应是拿徒弟当亲儿子来养 我的徒儿我可以评价 容不了万人说一句徒儿的不好 我师父师娘极其互毒的 我师娘带我看病去 我往哪里坐 带我 哎呀 你太胖了 我师娘我们孩子还捡呢 哈哈哈哈 一句不好都不能听 我的孩子虽胖 但是你不能说 你说出口 我就对回去 可见师娘还真是把徒弟当儿子养 王慧曾经说过 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用自己的作为庇护后人 在师父家过年 师娘全程负责包饺子 作为我说的徒弟们 连大把说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切并不是师娘舍不得用他们 而是他们包的实在是太难看了 年三十师娘包一碗上饺子 有肉的有素的 妥妥的贤妻良悟 爱护关心徒弟如亲人 能有个这么好的师娘 徒儿们是真有口福 我姐做的酸汤水饺 可好吃了 真的可好吃了 我连续吃就是包了好多的水饺嘛 然后呢 我姐自己密制的酸汤水饺 然后调的那个汁 有一次就是连着四五天 晚饭我都吃那个 王慧的密制水饺 张云雷连吃五天 岳云鹏吃饺子吓坏师娘 一顿吃七八十个 对于吃货的他们 是只有有时间就爱年师娘 作为德云社的女主人 王慧的确付出太多了 不仅仅在生活上 经济方面也从没亏待过这些徒弟 每年过年师娘都会送上红包 过年活跃场 一个看师娘发多久红包 听那次讲 发多久 都不是多少 是多久 一开始是抢 抢了一两回 后来就是东京包 对 我那小时候是 这口评没有文文发 人家发红包是论个发的 师娘王慧发红包 是用时间来计算的 一年到头 不管徒弟们表现的好与不好 师娘的红包是人人有份 就冲着师娘发红包的态度 就知道师娘有多重托儿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